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丁入侵乌克兰而赢得了赞誉 而拜登将在今天1号有国情咨文的演说当中 他要转而来团结美国人 拜登政府的官员说随着乌克兰的冲突越演越烈 拜登则打算利用这一次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说 强调对抗普丁以及推动在美国国内经济异常的重要性 包括了重新引戒陷入停滞的充建美好未来 Build Back Better计划 而分析人士说民主党人也想在11月8号 其中选举继续可以掌控美国重越 也许还包括参阅 月亮是困难重重的 如此一来就有可能瘫痪拜登的政策目标 拜登名望有所回升 会让他继续执政的工作也变得稍微容易 此外西方各国也针对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采取了一一连串制裁 莫斯科也因为把他的核子贺阻部队置于高度警戒状态 拜登在此昨天就说 美国人是不必担忧 会因此爆发核子战争 那么在今天美国的华尔街股市开盘以后呢 是比较弱 刀约斯呢 在早盘下跌超过了400点 主要也是因为俄罗斯持续在乌克兰入侵行动 油价倒是涨到了多年来的新高点 这个是可想而知预期当中的了 好另外呢 在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也在今天在联合国会议发言期间 两度的遭到外交杯葛 许多的外交人员在他发言 这个演说时直接的离开现场 来表达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抗议 在现在呢 发起杯葛活动的乌克兰驻日内瓦大使 则告诉聚在会议厅外的 这个乌克兰国企周围的人群 就是感谢他们的支持 法国代表也说任何入侵都构成 侵犯人权的行为会造成平民受害 重要的是人权理事会透过这次行动表明 它和乌克兰以及乌克兰的人民是团结一致的 外交官走出去之后就聚集在会议厅外头 乌克兰国旗的前方开始大声的鼓掌 而在厅内呢只剩下维内瑞拉 外的话那么很多的这个大国包括美国日本还有欧洲方面都对俄罗斯祭出了经济制裁 而对象呢包括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内 现在随着俄罗斯持续的进军乌克兰 美国和盟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全球车厂纷纷响应 美国的通用 瑞典的Volvo都宣布暂停出口车辆到俄罗斯 福斯汽车Volkswagen俄罗斯公司也会暂停交车 而戴姆勒卡车也计划冻结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 瑞典老牌豪华车Volvo他在2月28号就说暂停出货到俄罗斯市场 也为国际车厂开出了对俄罗斯制裁的第一枪 而通用方面呢也在同一天宣布要暂停对俄罗斯的出口 那么根据Volvo的发言人则说 主要受到影响的将会是在瑞典厂中国大陆厂和美国工厂 无独有偶的在福斯俄罗斯公司也宣布暂停交付车辆跟机销商 至于戴姆勒卡车跟进同业 宣布立即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包括与俄国卡车制造商的合作 而俄罗斯国有工业集团所持有的戴姆勒 持有这一家卡车制造商47%的股份 诸多的国际车厂展开行动之际 美国的福特目前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 福特在俄罗斯设有三座工厂 并且持有这些工厂50%的股份 在这些车厂先前就说 正在努力的处理对业务营运的冲击 好在这里也看到呢 英国国会跨党派俄罗斯小组的主席在今天说 俄罗斯的官方说谎成信 西方必须要适时的停止和莫斯科对话 因为他们把西方的对话意愿视为 是一个可利用的弱点 在目前英国与爱尔兰已经传出驱逐 俄罗斯外交人员的呼声 美国则在昨天说将驱逐12名 俄罗斯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团人员 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而近年来在现在呢 也可以看到呢就是不利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 或者敌国的外交人员 美国倒是这个不假词色的都会驱逐出境 那么现在看到在英国方面 工党级的布尔莱恩特 也是国会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成员 他身为跨党派小组的主席 也一向尊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 也会邀请这位大使到英国谈话 不过在上一任俄罗斯大使驻英国之间的言谈 他们之间往往只呈现的是片面人的事实 那么布尔莱恩提到英国的方面呢 现在呢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界 部署重兵的举措表现了非常强烈的关切 好最后我们在新闻方面看一则 这是跟疫苗相关的最新的研究显示 5到11岁的儿童而言 两剂BNT疫苗对Omicron病毒的保护力并不高 仅仅只有12% 纽约州卫生部在研究时发现了这样子的几个数据 不过呢最项研究还没有经过同侪的审查 好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我们今天的五件新闻 郭敏健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要提醒朋友们 别忘了12点半开始 江慧和武哲芳吴博士带给朋友们 我们今天这个月第一讲的有机原地 别错过了 一块收听 请不吝点赞